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夜子啊 这期视频咱们来聊的就是神人鹿飞 刚出了大妈紧接着这个神人鹿飞就上线了 作为今年年底的强者招募伙伴 这期视频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和机制 首先是正常的移动动作 以及他的闪避动作 这次的移动动作还可以 比上次那个四挡鹿飞出来的时候好多了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他的普通攻击 这个评论还是非常厉害的 最后一段两段 飞到天上,这个高度很多角色是根本打不到的 而且这个普通攻击最后两段 还附带霸体和破霸的效果 不过呢,咱们以具体上线的版本为准 这里呢,咱们打两套给大家看一下 神人鹿飞呢,是最近出了这么多角色里面 唯一一个用普通攻击都可以压起身的角色 神人鹿飞的技能机制呢 在每次释放技能之后 点击方向键就可以往那个方向进行段位移 不管命中还是没有命中呢 都会接受此技能 此技能就是往前冲这么一下 然后呢,咱们来详细看一下他这个前面的技能 一段 两段 三段 第三段是一个原地的霸体 范围很大 一技能的攻击范围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正常的 但是因为有那个拉摇感 就可以为一下这个机制的存在 抓他的后摇还是比较难抓的 咱们展示一下命中的效果 神人鹿飞一技能包括这个子技能 不管是摸将也好 或者是骑手的成本都比较低 神人鹿飞的二技能就比较逆天了 攻击范围非常大 一段是左右两拳 二段是一拳 此技能同样也是不管命中没有命中都可以解锁 又有一个破霸的效果 神人鹿飞的攻击范围二技能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释放技能之后 拖动摇杆这个机制呢 适用于所有技能 咱们完整的给大家打一套这个二技能的连击 一段两段三段 往前这么走两步就可以跌上这个子技能 子技能拥有扫地的效果 这个角色拉扯的成本太低了 每个技能命中都可以位移一下 你去抓他的后摇是非常困难的 测试下来的强度首先是超母 不过具体以上限的版本为准 神人鹿飞的小艺 拳图锁定了一个技能 不管对面在多远的位置 都可以直接打到 释放小艺之后身上会有这个红色的气 下次释放普通攻击呢 会有一个剑文色追踪的效果 等于说平易会锁定 测试的时候是非常超模的 然后等到上限估计会做一个相对的削弱 咱们在这里再展示一下这个小艺 拳图锁定 目前来说每展示激动技能 就知道这个角色强度很超模 这个角色将在2月6号上线 咱们来展示一下这个 神人鹿飞的骄傲意 命中之后呢 就会放出那个动漫里面 非常经典的那一拳 原生咱们再释放一遍 激动技能1霸王色原地镇下 又有霸体和武装色的效果 非常的平平无奇 好像最近这个有霸王色的激动技能标配都是一个这个 另外一个激动技能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动作 连打 这个技能附带破霸的效果 释放之后呢也可以通过拖动摇杆 然后进行一次位移 由于说一这个角色这个机制有点太难抓了 神人鹿飞的援助技能召唤神人鹿飞 往前打这么一下 可以使用两次25秒冷却时间 攻击范围一般不太推荐使用 那本期关于神人鹿飞的全技能机制解析 到这就结束了 关于新版本新角色有什么bug或者问题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本期视频呢到这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